蛋黄酥是许多家庭在中秋节会准备的应景美食 因此崇光社区大学的千变万化的烘焙秀课程 就特别安排了蛋黄酥交作 希望学员能够学会如何自己在家动手 做出兼具美味与健康的蛋黄酥 和亲朋好友一起分享 蛋黄酥是现在许多家庭都会准备的应景美食 因此崇光社区大学的千变万化的烘焙秀课程中 就特别安排了蛋黄酥交作课程 希望透过这堂课 学员不仅能学会如何在家动手 做出酥香美味的蛋黄酥 还可以享受和家人一同品尝的乐趣 因为我们的课程本来就是会安排季节 比如节庆或是季节来安排商品 那我们这个礼拜做的是经典蛋黄酥 因为蛋黄酥是大家几乎中秋节都会想要吃的商品 课堂上讲师王凤儿仔细地讲解制作蛋黄酥的每个步骤 从如何制作酥皮 包裹内馅到整个烘焙过程等等 他强调要做出好吃的蛋黄酥 食材的挑选相当重要 像是蛋黄酥的灵魂之一 咸鸭蛋 要怎么样处理才可以有香气 不干涩且没有腥味 都是必须要好好掌握的细节 我们上课是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去拆解它 然后就会尽量就是慢慢来 然后让学员就是慢慢看 那因为他们今天上课就是 我们就会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慢慢讲 那有实际操作 然后也有示范 那学员看了就立刻就做 那印象就会最深刻 而学员们在实作的过程中也表示 虽然蛋黄酥看似简单 但每个步骤都必须精准操作才不会失败 但是想到可以自己做蛋黄酥分享给亲朋好友 让大家都能品尝到健康又美味的中秋应景甜点 就相当开心 当然是不一样啦 哎呀 有家的自己的乐成 跟老师独特的方式 因为你看老师的成果出来 那个跟外面在卖的蛋黄酥 其实老师看起来的就是比较实在 它比较厚实 比较放心啊 而且吃到那个材料比较足 对不会说买到然后打开来之后 才觉得对它有一些失望感 我们自己做的话会知道说 你那个里面的饱足感 然后吃起来会比较放心 对然后我觉得老师调的那个甜度各方面的话 应该会是比较适合我们大家吃的口味 透过了这次的课程 学员不仅学会了蛋黄酥的制作 也对中秋节传统美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同学们聚在一块学习做蛋黄酥 更提前感受到了中秋节的欢乐气氛 记者声明家们其新店采访报道